被誉為世界級刨徵的黃心穎 自從透析事件曝光後 就無限期停工去懷前路茫茫 據知權令下星期安排為無線節目流行經典50年擔任嘉賓 並火啪芙培合唱 但事件爆出後 歌歌合唱環節已取消 至於近日力撐心穎的樂選港男梁宇恒繼續發功 寫了篇500多字的長文 主要是分析網民的留言 當中指出黃心穎被人不停罵有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未跟馬明分手 以及未等許治安離婚就跟他開始 接著他又反問大家有多少對螢幕情侶是真 暗指他們的情侶身份是做出來 所以第一個項目是不成立 至於第二個項目 他就說社會有很多戰男結婚後還出來玩 吹嘴自己婚姻有問題扮可憐博同情去騙女人 而女人有時好傻 請不致敢相信戰男的說話 他的言論就是將責任退了人夫身上 而往心穎就是因為好傻才會犯錯 網民普遍都不buy他這番言論 還說說了幾天都很足夠 再說下去就擺明是臭水 誰知他真的不理網民的勸告繼續說下去 而今次說的對象是唐詩穎 他在社交網截出唐詩穎發言的新聞圖片 又用唐XX形容對方 指他是全TVB裡其中一個有苦自己知的女藝人 又說如果對方的非文都是真的話 那對方的愛情歷練就如天上的繁星 名穿詩穎多化變新聞 之後他就只關四個人事發表偉論 強調自己是說大事大非 指事件中四個人都是藝人都有社會責任 安心事件的發生點子那麼少 有人爆料有自稱是森穎的鄰居說 見過森穎分別與兩個男人回家 一位就是組合男結他手 爆料者說這位結他手經常畫眼線 還說就離開演唱會 而另一位就是電台男主持 還說他們十指緊扣地回家 在電梯裏舉止親力 似乎茅頭指向Mr.成員MJ及森美 不過MJ及森美 就結考童星畫視底下沒有單獨見過心穎 似乎是想跟對方畫清界線